嗨,大家好,这是小冰岛日常 今天给大家猜浆这是新到漫画 这次到的不多,本来应该能到的更多一点 然后这回是慢悠悠的我发 我这个月刚刚买的漫画买了一批 然后它正好有现货的,就给我发了一波 它发完我才发现我上个月订的里面也有一波 其实应该也都到货了,它已经都显示现货了 但我在跟它说的时候,它就跟我说 不好意思已经发出了,等下次的一块吧 反正慢悠悠到这点好,它会经常凑点的给你发 到时候催催也就好了 这次就是把这什么补了补,把这个恋爱寄生虫 这个之前买过一,然后后来因为每个月 我给自己限定了买漫画的数量 所以一直没机会补 这次呢,特别借着612冬节嘛 这个就补了一下 补了一下 然后这个也是补的 这个之前我一直买到了第21本让我看吧 对啊,21本 但是现在已经都出到 这本还是下一个,26本了吧 第26本了 所以这次我把22到25也补了 只不过那25是现货 22到24好像已经再版了 再版还没到货 哎呦,我没想到这个漫画还 还竟然买晚一点,还竟然买不到手刷 这个漫画说实在的,还是那油啊 看不来进去 我准备再多攒点 到我一块看 反正开始,我就看起来这个漫画特别累 画的确实挺好啊 说实在,说一实在话 画的真的挺好的 但是就它这个故事提不起太大 提不起我的这个太大兴趣 然后这个也是画的不错 这个如果要是对画工 这个有要求的,我觉得画的还可以 然后呢,故事 我只看了第一本 还没什么太大的感觉 总体来说还可以吧 还可以吧 不是那种说必收的那种 如果就是学生党 你资金有限 那就没必要太考虑这种 还是考虑那种自己更喜欢啊 或者说那种人家 有限的资金放到更喜欢的漫画里去 但这本也还行 以后我觉得你可以先看一下 这个网上的资源 如果自己真的喜欢再买 我就是盲目的开的坑太多 现在这个填坑比较痛苦 主要现在还问题是就没地儿放 买的越来越多 就越来越没地儿放 让它都装了 装了二十多个大箱子里了 装了二十多个那个 那个整理衣服的那种整理箱里了 所以说也没辙 慢慢来吧 好,这期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